我想 就像刚刚各位在听李园长 我很希望大家去色拉切看看 去任何贫穷的地方看看 你就会产生行动了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老实说我认识色拉切 是一个意大利的人 一个女孩子 不知道在香港 跟我讲了一大堆 然后给我看了一些相片 他们脱鞋 几乎不穿脱鞋 以前穷的时候 连脱鞋都买不起来 还脱鞋 有穿的都已经够薄了 然后呢 那个书都旧旧了 那我就把这个资料留着 我那想说 如果我有机会 我也要去看看 去看看 当我去看了以后 我就觉得实在是太痛苦了 我们太幸福了 就是这样而已 就像我那时候 我自己生小孩了 有在家的时候 那时候过得蛮幸福的 我有机会到尼泊尔 跟越南北部去看 那时候看到那边的穷的小孩 以前没有小孩 没有这个感动 现在有小孩了 看到别人的小孩 就比较关心了 然后就会发觉 哇 对方真的是穷成那个样子 那我们自己小孩子 像个天人一样福报 哇 这个世界太不公平 但是对自己也很谴责 我觉得我很自私 我们想说赚这么多钱 赚越多也好 给小孩子 一切都要给小孩子 让他快快乐乐 但是我从来不去 关心别人的小孩子 这个就是一种自私 那佛陀叫我们要去想 你有爸爸 众生都是爸爸 你想一切男人皆我父 一切女人皆我母 你学佛就是在学这个 一切众生皆我父母 所以不能够 你了解佛法 用佛法的尺度来去看 这个世间的时候 观念就变了 会谴责自己 会让自己更努力更精进 以前是忙着做坏事 现在是忙着做好事 以前我在搞旅游业 搞那些建筑 搞一些进出口 我多好赚啊 多好赚啊 后来我终于碰到佛教 我唯有尺就像爆炸一样 蹦 以后我已经找到慈悲了 这是我唯一的意义而已 所以各位 听我佛法快不快乐啊 哎呀 我在讲 中国人招闻道 细可此也啊 如果我们活着 可以听闻佛法的精髓 慈悲心空性 我们活一秒都没无所谓 所以各位 现在等一下开车回去要撞了 阿弥陀佛 那你OK啊 因为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然后呢 如果没死呢 去愿度众生 所以用慈悲心来快乐啊 慈悲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啊 所以各位要 这句话 我希望各位多念 等着慈悲心 所以我有一次 被一个老和尚感动 我花了一些钱去参访他 他很出名啊 我希望他传给我一些佛法 结果他就合掌 那个老和尚很厉害 我讲什么 他不用翻译的 他心通 我讲什么 他不用翻译的 他讲什么 我要翻译的 因为我听不懂他讲的 但是我讲什么 后来我发觉 他是这么自然的神通 我讲什么 他就回答 我讲什么 不用翻译的 但是他第一次 我讲了以后 他就合掌 他说 我以慈悲心 来为你 讲这些法 希望这个动机 让所有众生都得到利益 我就差一点 跪在那边哭 因为人家真的这么慈悲 他所做的一切 是为了圆满慈悲 对你有帮助 对众生有帮助 不离开这个动机 那我们去求法 也是一种 不见得那时候是慈悲 只是觉得这个法很好 我要去求 放在我口袋 而且没有想到 所谓众生这么苦 而且老和尚这么虔诚 所以 这么认真 而且还具足神通 那这些没话讲了 所以我希望各位 你一定要去参访 你要去慈悲 以前我去的都是佛教国家 现在我去的都是比较属于 需要佛法的地方 所以就变成比较没有时间 去佛教国家 但是去佛教国家 我一点都不浪费 我都会请他的师父告诉我 哪一个是修行者 他们师父就带我去 见很多很多的长老 然后呢 也先给我介绍 这个长老的特色是什么 所以我就从他们身上 看到那种修行的 那种法位 我这个人眼睛很利的 就算我不懂他语文 从他的动作 就知道他是怎么修的 他们那种生活就是修行 而不是在跟你讲话叫修行 那这些一辈子都在修行的人 我很喜欢去参访这个 一辈子都在修行的人 结果一辈子修行的 这么多年 他是怎么样 他在生病的是怎么样 所以我到泰国去看一个 龙婆坤 很出名的 他连在生病的时候 都是保持修行的状态 那种眼神 所以 而且他们跟我说 现在他虽然在里面隔 隔 隔郡是不能进去 我在外面拜就得到他的加持 我就 我这一拜我全身就发热 因为老和尚知道你在拜他 他虽然躺在那边 他心里面就给你一个很大的加持 就像那个时候 参云老法师要往生之前 我就跑去拜了 因为那个时候不能进去 因为参云老法师在里面 那我就在外面拜 我一拜起来就觉得 老和尚修行没话讲 身体不能动 他心都还在动 请问老和尚往生了 你念他的名字 他有没有来加持 你要修到这样 你要修到这样 所以像我经常提醒 真华长老 卢旭长老 绝光长老 百分之一百的加持 百分之一百 就像那时候 他活的时候 我在跟他讲话一样 他就会给你一个心灵的引导 引导你 加持你 就像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爸爸往生了 我觉得他在我左右 我说这有可能 因为你爸爸爱你 他本来就在里面 还在关心你 只是希望他关心你 对你有帮助 所以你一定要让你爸爸 源源满满的 无病无苦 充满功德来关心你 不然的话 不小心他也会把 他的苦也带给你 但是执着就会如此 但是这些祖师大德 这些老和尚 你只要意念他 念下来 南马千诺 这就是说 如果你对你的善知识 有信心的时候 你一观想他 一提醒他 他就入你的心了 所以我们叫 上师于且 上师入心 各位要修到这样 要修到这样 所以我有一阵子 经常看 虚云老法师的传记 我很喜欢 虚云老法师 所以我到宁南各地 都去拜访 西云老法师的 所有寺庙 但是有一次 我去缅甸 我就拿了 西云老法师的相片 问我一个 我最相信 下回我带你们去 这个老和尚 大慈大悲 神通第一 太慈悲了 太慈悲了 然后就 因为我非常相信他 他一拿到相片 我说 这位老和尚在哪里 他就比这样 住在你里面 让我很感动 原来我 我天天在修行他 他就住在我里面 当然不是他单独 住在我里面 因为这些成就者 是分身百千亿的 让我相信说 你对映光大师 你对宏毅大师 你对这些大成就者 这些慈悲的人 有信心的时候 原来他就住在你心里面 所以你就会经常想到他 而且你在看他的书 或想到他的时候 你就会看得很懂 为什么 他就直接在那边 让你了解 我终于了解 为什么佛陀说 他的弟子 佛陀给他传法 他去森林里面 他们最后一定 开悟正阿罗汉 因为佛陀亲口说的 他骗一切处了 在这一位慈戒修行的头顶上 二十四小时在加持他 我们在睡觉了 佛陀还在加持你 在引导着你走路 你自己的解脱乃至空性 相不相信 这个才叫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 佛就在你头顶放光 在加持你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就不要畏惧什么 慈悲 你只要真心的对三宝有信心 要去帮助众生 我们不过是个媒介而已 但是这些佛菩萨祖师 会让你怀着悲心 但是你要有信心 你越有对三宝有信心 你越敢去慈悲 没问题 能够被我去祝念到了 那真是他很有福报 不是因为我 而是因为佛的加持 那我们就不要浪费这个生命了 原来我们是个导电体 我们可以带着 阿弥陀佛的功德 去给每一个人 去给每一个受苦的人 所以我们只要带着悲心 你就有阿弥陀佛的功德 你只要带着悲心 你就有观心菩萨的力量 各位今天来参加这么大的法会 这么多人在供养啊 救牛啊 救羊啊 供养生邪啊 无量无边的功德 各位能不能带走 再悲策 万人共造善恶因 每人皆得善恶果 也就是说 你已经得到这个功德了 但是各位要把这个果呢 来回向法界众生 回向成佛 永远在你的细胞里面 而且每天都在增加 两倍四倍八倍 一直到你成佛 而且这个功德 骗一切处 不是在新竹 而是在法界的每一个角落 就像各位 你已经把一千万美金 已经寄到每个国家 你可以去那边领了 你不用带现金去了 你到那边 这些东西都属于 你房子买好了 飞机都买好了 它就让你继续工作吧 就像各位带个信用卡一样 多方便 所以 所以佛法真殊胜 所以我解释那么多是 你真的不用怕 怀着悲心去承担众生的苦难 你真的不用怕 为什么 诸佛菩萨都透过你 在实践他圆满的誓愿慈悲 你越想受苦 你还感受不了苦 这个受苦 只是让你感觉一下众生的受苦 希望你生起悲心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想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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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那边有个可怜的人 有小朋友说 我跟你讲 那边有可怜 你去帮助他 他只是提醒你 因为你要去帮助 你今天要拿面包 发给小朋友 那边还有一个 对方没拿到 提醒你一下 赶快再把面包给对方 所以我想 在这边讲 慈悲心 我们要把这个慈悲心 成为一个生活的 实际的艺术 所以我很想要办一个 念一下 慈悲学校 慈悲公司 慈悲工厂 不管你做什么 慈悲工厂 做出来的 都是想要去慈悲的 慈悲香 慈悲水 因为用悲心来做 今天病人要喝茶杯 那我们要做一个 慈悲茶杯给他们 因为这里面 大家的慈悲 通通在里面 你口渴的就拿来喝 我现在只有设计一个 叫慈悲罐子到现在而已 很多人叫我加持 我就拿罐子 师傅 塑胶瓶可以加持 我这里就不了解了 这里面有 我念了多少 我这个手按了 都快出问题了 这里面 太大的慈悲 所以我每次写牌位 就像盖章 超度 我念了几亿遍的咒在里面 超度 保证的 这不是塑胶的问题 这是因为 不断的在实践慈悲 所以你等一下头痛 你看我们每个法师 都有一只闹在 所以你在演不怕 不怕 所以因为 不间断的实践慈悲 左手喷完了 右手 右手喷完了 左手 所以我想 就不断 不断 因为 一瓶子也好 所以我想 慈悲工厂 各位要做一些 什么样的 现在很多人 拿给我加持 汽车钥匙 手机 赶快拿来加持 这个车开了 不会撞死的人 因为用 并不是说 这个钥匙 就不会撞死的 而是你摸到 这个钥匙的时候 你会生起一个慈悲心 开车慢一点 多注意别人一点 你用慈悲心去开车 会不会开车祸 自然不会 你还要关心别人 所以各位最好 把钞票拿来念一念 用钞票要慈悲 拿来供养三宝 拿来帮助别人 这个钞票 不要拿去买 像我今天早上起来 很口渴 很口渴 想要泡一杯 卖片 我很喜欢吃 贵格卖片 昨天晚上就计划好了 你看我老口渴 昨天晚上就计划好 他们昨天给我买一些面包 干干的 我早上起来就贵格卖片 加面包 太好了 对不对 结果等会打开要泡 一看 哟 里面有托子奶粉 到底要不要喝 帅